你現在聽的是懸網台 我是生食食術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哎呀你輪轉天氣 風濕骨痛好辛苦啊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 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的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大家好 歡迎收聽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iana 我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會繼續跟大家分享一些自然醫療的資訊 最新發現幫助你和你家人能夠認識到 一些安全又有效的自然醫療工具 能夠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袁醫生你好 Diana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過去幾集 我們的題目都是健康之度 在乎酸鹼平衡 剛剛上集我們說到 吃些什麼是會令到我們健康一些 和身體健康一些 我知道今集袁醫生會和我們說一下 有些什麼是不應該吃 應該避免的 我們都知道 我們現在文明人這麼多病 我們都說病從口入 可以說是千真萬確的 是的 我們的身體問題都是由我們平時錯誤的飲食習慣 所以除了我們上一次跟大家分享 我們應該怎樣吃 令到我們身體可以簡化我們身體的體質 血液 而從而是會令到我們的體內環境變得是令到百病不侵 其實基本上我重心都是這樣的 好了 但問題就是我們現在的人這麼多病 很明顯我們過去現在所吃的東西 其實大部分都是吃些是致病的食物 是 好了 那我跟大家今集這次 我跟大家就好好地詳細一點 因為這是很重要的招呼 好 很明顯第一件事 絕對要避免的就是什麼呢 就是糖 就知道糖是養了這些微型體的物質 好像是火是需要電油那麼厲害的 所以這些微型體 就是細菌 毛菌 病毒 真菌 其實什麼鬼糖都要的 白糖也好 黃糖也好 那些我們可以叫做那些 Beat candy Beat那些 就是那些甜菜頭 做出來的糖 蔗糖 那個粟米做出來的糖 還有糖膠 很多的粟米的糖漿 甚至乎那些楓葉 maple syrup 楓樹的糖漿 蜜糖 黑椒糖 Malassus 蔗糖 果糖 還有麥芽糖 乳糖 葡萄糖 還有些叫做Mannato Sorbital Galactose Galactose 這些是那些 乳糖的類 已經差不多可以這樣說 是再分裂了 那我也有些糖 是我們那些 就是那個 紅棗 那裡提煉出來的 那有些叫做分離的砂糖 糖果 汽水 糕餅 蛋糕糕餅 雪糕 朱古力 甚至乎我們有些叫做 Karob Karob 一種特別的豆 味道接近朱古力 被製作 就像代替朱古力 那樣 那 就算乎很多天然的糖 就是水果出來的糖 那尤其是有些水果 是蔗糖 粟米 這些糖 是令到我們的血糖 是升得很快的 那 我想 如果大家是做過 家裡試過做糕餅 或者做麵包 你知道 我們的酵母 你只要加少少糖 我們那個麵團 就會發酵得很快很快 即是很快 一會兒你看它 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 就已經看它升起來了 那這樣你想像得到 我這些這樣的 毛菌 或者那些酵母菌 其實很喜歡很喜歡糖的 好了 那如果這些這樣的微生 微型體 有害的微型體 如果它吸收得糖越多 它們就可以分化得越快 那它也可以不斷地成長 那當然它也會發酵 會腐爛 在這個身體裏面 那所以絕對所有的糖 都要全部是 就是 斷絕了 那當然我們身體是需要糖的 但是我們身體不需要這些 精煉了這些 原來很濃的糖的 那其實我們任何的蔬菜 其實都有糖的 那我身體是需要這些 這樣的糖 因為可以慢慢慢慢地吸收 那當然 我們外面有很多 所謂化學的代糖 那這些更加危險 Aspartame 這些這樣的化學的糖 是更加危險的 那幸好 現在我們有些天然的代糖 那譬如那個甜菜菊 Stevia 也有些chicory 是在一些菊具製造出來的 那這個 這個Stevia 這個甜菜菊 是很有趣的 近年有一個很有趣的歷史的 因為呢 很多人都知道糖的問題 很多人是想盡辦法避開它 那當然了 這個會令那些糖傷 是有很大威脅的 就是影響他們生意 如果大家都不吃糖的話 那些人開始了解到 其實我們可以用這個 那個甜菜菊 因為甜菜菊 那個糖的甜度 差不多成三十三百倍的普通糖 所以很甜很調 所以用的量很少的 那我前一星期在美國 在一個農場裡面 有個朋友 他那個農場種了這些 他給我吃 只是一塊葉 那你咬一下那些葉 那些好像菊葉那些 那些真的很甜很甜 那由於甜葉菊 Stevia 是威脅到我們的糖廠的利益 那這些糖廠在各國 尤其美國施壓力 是企圖把它禁掉 是 就是這些醫療的黑暗 我希望大家 真的不要那麼 不要那麼 那依 其實我們的醫療政治 是很黑暗的 那簡單來說就是這樣 我們整個醫療架構 是需要多些病人的 如果我們醫療架構 是病人沒有了 就是病人好了 一醫就好了 其實就沒有了生意的 其實一個是這麼簡單的道理 但是一些人聽起來 就好像很難接受 很難接受 那我通常遇到病人這樣反應 那我通常就叫他 你不如上網看一個網站 就911truth 911的真相.org 911truth.org 他說呢 如果你看到這個真相 看到這個網上 其實這方面的網上很多 都解釋給你聽 911不是一個飛機 炸了之後 撞了之後燒掉了 根本是內部自己有爆炸 那其實很多人都知道的了 那當然了 香港很多人都很容易被大眾傳媒欺騙 很多人被政府欺騙 這麼簡單的 就說這個飛機撞一撞就燒掉了 其實全世界沒有那種大廈可以燒掉了 那我都大家有興趣 真的想知道 就是我們不要輕信那些所謂政府大眾傳媒所說的 那你自己有機會上這個網站 911truth.org 這個你可以看到的 好了 那當時幾年前 那他們大師壓力之下 那個甜葉谷 竟然在美國很多地方是被禁的 你不可以說我這個是代糖 那雖然在日本 在中國已經有很多很多熱歷史了 那也都是日本 他們很多是發現它有其他的好處 會有少少幫助防腐的作用 令到那些製造的那些產品 那些味道是會有提升的 那但是竟然間在美國的所謂FDA 那竟然間就下令 是受了政治壓力之下 糖廠的壓力之下 就竟然將它暗了 那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 以為FDA是一個很好的保護市民的團體 其實FDA所做的事情 只是幫助藥廠打壓自然醫療的工具 所以這件事真的希望大家是要醒覺一點的 好了 很多年前你發現 那個Stevia是不可以買的 那他說你不可以做代糖 雖然明明是一種代糖 但是你可以做一種食物的添加劑 叫做Food Editor 強硬就說你可以當食物的添加劑來用 但你不可以說這個是一種代糖 所以這種醫療界我們的政治黑暗 真的從這裡可以看得很清楚 那CV有什麼問題呢 是不是 絕對是安全的事情 不像其他那些糖 是這麼有殺傷力、這麼破壞性的 那竟然被這些大的糖的團體 是將它禁止了 那幸好最近幾年就好像解禁了 那原來背後聽聞的情況 原來法事可樂都上用 那你知道大公司上用的時候 那你就慢慢地 我相信很多人都將這些惡法 其實我們社會上很多惡法的 很多人不知道 以為法治社會就很好 法治社會很多惡法 其實法治社會不是等於一個公正的社會 這個是大家要真真正正清楚的 不要說法治法治 法治不是一定好東西 因為如果這些惡法律 那其實整個社會是更加多問題的 那碳水化合物呢 其實有什麼問題呢 要不要減掉它呢 其實我們叫做simple carbohydrates 是單純的那個碳水化合物 其實都跟那些糖差不多了 因為單純的碳水化合物 簡單來說只是糖來的 那有相似的問題 那何謂叫做單純的碳水化合物呢 就是我們白麵粉 是吧 你怎樣做都好 做麵包也好 做糕餅也好 做pasta也好 都有問題的 那還有好像白飯 還有粟米 Coin 我知道粟米其實本身有個問題 它是那個 它那個那個 那個真菌那個分量 那個成分比較高 很容易會吐那些真菌的 還有薯仔 那我們經常說 我們不要吃那些精煉的那些 單純的那些碳水化合物 那有些是比較複雜一些 我叫complex complex carbohydrate 那其實行不行呢 其實這一類的 我們都要盡量減的 就是除了你說 我不吃白米飯 那就吃糙米飯 吃紅米 是不是 我又不吃白麵粉 那我們可吃那些 就是那些 就是那些完整的 那些whole grain那些 那當然那個問題 是少些 但是呢 都在初期 如果你真的身體上 真的有些很嚴重的問題 我們都要在這方面 都要盡量逼一逼 因為這些所謂那些 我們叫做複方的 複雜的碳水化合物 其實它化解了 消化了之後 仍仍都變回複糖 那些複糖呢 那些複糖呢 慢慢地呢 就會變成一種葡萄糖 那最終最終呢 都是變成糖分的 那些人經常說 垃圾食物 那很明顯 垃圾食物 我們一定要解 是啊 那就是都聽到 是junk food junk food 我們很多人都聽到 就是耳熟能詳的 是啊 那那 那哪一類呢 其實所有的精煉食物 是過度炮製過 或者process food 比如很多的chips 不同的chips cookie 那些餅膏 糕餅 那些donut 那其實可以說 大部分的東西 你在那些快餐店吃到那些 都是屬於這種 垃圾食物 那好了 那我們要知道 譬如很多家裡 我們自己都會喜歡吃那些 我們叫做frozen dinner 就是冰雪藏的 那你回家呢 就是去microwave 或者去耕熱 那大部分這些 就算它低卡路里的 那個冰雪藏的食物 其實都是有問題的 還有一些罐頭的東西 因為製造這些食物的過程 是令很多的營養 是大大地流失的 那就算有些食物 它會再 我們叫做enrich product 就是有時候 加回幾種維他命 加回少許鈣 其實這些都是不好的 因為呢 我們不只是那幾個維他命 那麼簡單 不是幾種礦物鹽 我們其實還有很多很多 譬如酵素 那它沒辦法加回一些 酵素 酵素只能夠是新鮮的食物 還有呢 你發現這些很多這樣的 所謂叫做enrich的產品 就是已經補充了營養的 那些這樣的產品 其實它都是充滿糖 像黃糖 鹽 很多人造的色素 人造的味道 添加劑 添加劑 防腐劑 或者牛油 或者最差的是人造牛油 就是margarine 還有有些呢 我們叫做hydrogenated 氧化的 或者是一部分氧化的植物油 所以這些都是一個很危險的食物來的 我們也屬於jump food 當然大部分jump food 都是沒有什麼纖維的 很明顯這些全部都是 令到我們身體酸化的 明白 那水果呢 那我們知道呢 水果呢 就有很多好的維他命 抗脈鹽 也都有纖維 但問題呢 水果同時也有很多糖分 譬如菠蘿 鳳梨 鳳梨有28%是糖的 所以吃菠蘿有時候都很甜很甜的 香椒多少 香椒25% 蜜瓜呢 Honeydill呢 21% 芒果18% 蘋果15% 橙和車梨子 都有成12% 草莓 甜的草莓已經不多了 11% 還有西瓜是9% 那你可以看到呢 就是很多 這些是糖就是糖 就是天然的糖也好 其實呢 在我們的身體裏面呢 其實都是做同樣的作用的 不論是蜜糖啊 或者那個蜂樹糖啊 或者他吃些啤梨啊 或者吃一片蜜瓜水果 其實呢 這些都是一種糖分 那身體那些微型體呢 是很喜歡他的 會把它發酵成為酒精 還有呢 是製造很多這些 我們叫做真菌的毒素 那導致我身體呢 變成好酸化的 明白 那當然啦 水果呢 都有很多類 那我以前都提過的 好的水果呢 可以吃得的 幫助身體的 簡化身體的水果 比如檸檬啦 那個青檸啦 Limes啦 還有呢 就是不要太甜的西柚 西柚啦 那因為呢 這些的食物呢 雖然口感是酸的 但是呢 其實呢 它最終呢 是變成一種鹼性的炭灰的 所以呢 我們呢 盡量呢 就是在我們的 爭取健康的過程裏面呢 我們盡量呢 連水果呢 都盡量呢 要去避免的 那你說 那水果很多些 礦物鹽啊 維他命啊 怎麼辦啊 纖維呢 其實呢 所有這些的營養 都可以在我們的蔬菜裏面 拿得到的 那也都不會有些 就是不好的成分 有時候我們呢 越擠越甜的 那些水果 那他們是不是製造了一些更加多的糖出來呢 相信大家都有經驗啦 是不是有時候買一些水果 你打算買回來的時候是青的 香脂很青的 但是你擠一下擠一下 你可以看到呢 它越擠就越甜的 就是很明顯 這些這樣的複雜的碳碳水化合物呢 是會發酵的 那發酵做什麼呢 發酵做一種單純的 就是單糖 就是甜的糖的 那要一直這樣發酵下去呢 那我們就會有什麼呢 就有開始有些 酵母菌就出現了 那其實這些呢 這些酵母菌呢 是將我們的水果 是慢慢變成酒精的 那繼續擠下去呢 你會見到什麼 見到毛 發毛 是不是 那果汁呢 會不會太多糖呢 其實呢 果汁呢 可以這樣說是更差的 因為這些果汁呢 是將我們的糖 是更加濃縮的 那當然啦 你做榨汁的過程 令到我們的纖維就沒有了 是吧 起碼你吃吃吃的 生果也起碼有 生果纖維啦 但是你在炸汁過程呢 就纖維已經已經沒有了 那還有呢 因為它在製作啊 還有有時候呢 它用那些巴斯達的消毒 就是高溫的快速的那些消毒 可以這樣說呢 它都 就是整個過程呢 是令到這些那個營養 都會大大減弱的 那還有呢 你猜他們做榨汁 那些果汁廠的做榨汁 選那些水果呢 你覺得它會不會選些什麼水果呢 快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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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沒錯啦 當然是選一些快爛 甜甜 當然了 放久了之後會甜一點 是吧 它不會選一些最漂亮的水果做果汁 通常呢 都是用一些快爛爛 過熟 熟一點就會甜一點 那很明顯呢 如果你真真正念去仔細去看看 這些這樣的 就是快爛的過熟的水果呢 它一定有很多什麼呢 很多那些微生物 還有很多那些真滾的毒素 不記得以前在大道讀書的時候 學校餐廳的牛奶是喝針喝喝的 那其實那些奶是不是 不是那麼有益的呢 好啦 那我知道呢 我早就說了 現在的人這麼多病 因為我飲食習慣 那很明顯呢 我們在很多地方 香港現在也是啦 最近為了奶粉件事啊 就是搶到呢 就是出現出現問題 那好啦 那其實呢 所有那些 就是那些動物類的食物 我們牛魚類的食物呢 本身呢 都含有很多荷爾蒙 還有很多那些 就是那些 就是那些 那些 那些殘餘物的 那本身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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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真菌的毒素 還有很多飽和的脂肪的 那加上呢 我們有 所謂叫乳糖 就是 Milk Sugar Lactose 那些乳糖呢 會分解為成 就是 一般的糖分 那些糖呢 就會餵養這些 有害的微生物 那我們也知道了 那些乳牛是吃什麼呢 吃那些 穀類的 這些穀類的 通常是儲藏了很多 很長時間的穀類 那些穀類本身呢 都有很多荷爾蒙 還有很多抗生素 因為呢 他們有很多些 就是Milk Sugar Lactose 那些是真菌 那些真菌 本身是製造抗生素的 那這些這樣的物質呢 慢慢地 當然呢 是會在我們的 牛乳那邊 牛奶裡面 是濃縮起來的 那還有 我們吃 吃芝士啦 乳酪啦 乳酪啦 乳酪這些都是什麼呢 用一些發酵做出來的 那可以這樣說呢 牛乳類的食品呢 是所有食物裡面 是最容易野痰的 那當然呢 它也是最容易酸化 我們那個 那個身體的 那這很多資料顯示 那經常喝牛奶呢 會增加我們癌的風險 包括我們卵巢癌 還有子宮內膜癌的 那我們知道了 所以牛牛呢 通常都是很強調 他們用巴斯特的快高溫消毒 那這些這樣的的消毒呢 加溫的消毒呢 都會將我們牛奶有益的烤素呢 可以這樣說呢 全部是消除了 消消滅了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在外国也有很多的争议 我们很难买到一些我们叫做raw milk 就是未经巴斯特消毒的 在外国也在加州也有很多些农场 他就是想避免喝那些经过高温消毒的奶 就是提供一些叫做raw milk 是生的奶 是竟然是政府是禁止的 是禁止你售卖一些生的没有经高温处理的牛奶 这个全部都是政治打压 我们经常以为这个自由的世界 不同的商品可以有不同的选择 但是在很多国家香港更加没有 香港就没有了这些牛脊 但是在美国竟然被政府勒礼禁止他们 在加州已经锁剩无几了 很多这些企图产生供应的raw milk 公司已经锁剩无几了 结果搞到他们要怎样做呢 因为你不可以公开去售卖raw milk 新鲜的没有经高温消毒的牛奶 结果令到逼到那些人 要怎样去拿到这些生的牛奶 就是我们夹钱养一只牛 这只牛是我们10个人养的 这只牛是我养的 那我就有权吃喝牛奶 搞到很多所谓的合作者出现 来抵消这些惡法 其实很明显背后食物公司是想垄断 不想像刚才所说甜义菊 一类一样的背后的道理 那你说到底经过高温消毒的牛奶 产生供应呢 还是新鲜的没有经过高温消毒的牛奶呢 那发现如果你把高温消毒牛奶 你放在那里 放多一段时间它会变腐烂会臭的 反而没有经过高温消毒 我们用这些新鲜的牛奶 我叫做raw milk 反而它就会慢慢凝结 就是curdle 就是好像变成乳酪 仍然能吃得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实背后的打压 全部是政治的打压 其实不是因为raw milk 会有危险 通常会有肺炉菌 就不让你禁止用 其实没有任何证明 这是事实来的 好了 如果你不喝牛奶的时候 那些人喜欢有什么代替呢 就是好一点的代替呢 其实我们可以尝试用 杏仁奶 米奶 Oak Milk 大麦奶 其实也有很多其他可以代替的 当然了 我们香港人喝豆浆 最近也有些资料说 黄豆的豆浆 其实也可能也不是那么好 也不宜之多喝 但是说过营养价值来说 黄豆的豆浆 可以做一个很好的 安全的替代品 但是大家要小心一点 要看真一点 买这些产品的时候 很多时候是加很多糖 所以我们这方面 都要小心一点 尽量买一些 就不会已经加了很多些糖 这种这样的奶类的饮品 当然了 如果我们能够喝羊奶 当然了 羊奶要很讲究 它什么地方来源 它吃什么东西 最好就是吃草 在自己农场吃草的有机 处理过 这些这样的羊奶 是会好很多的 因为这些羊奶 它本身含有很多抗蒸菌的 我叫做Caprilic Acid Caprilic Acid 自己的羊奶里面 本身有这种成分 所以不论外面的 你听到多少也好 我知道 其实牛奶是给牛仔喝的 其实它根本不是给人喝的 不是设计给孩子去用的 很有趣的 我们在自然界的动物 没有那种动物 成年之后还会喝奶 还有没有那种动物 还会喝其他动物的那种品种奶 所以这是一个很怪异的现象 很明显 整个背后 都是那些食物公司 牛奶公司 是不断宣传 不断游说 我们国家的政府 令到他们立一些例 是保护他们的生意 是被逼 还有逼那些学校 就要强迫政府 用纳税的钱 买些牛奶 是给我们学童喝的 所以你看到 你看到美国为什么这么多病 为什么美国人 其实都是和我们看到 牛奶是反映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这些知道其实很多 在我们健康店里面 有好几本书 是解释牛奶本身的问题 为什么不好 还有很多影带 可以看到 牛奶本身是很酸性的 做一磅芝士 要10磅牛奶 做一磅雪糕 要12磅牛奶 1磅牛油 有21磅 牛奶已经是酸性的 如果你要中和 中和这些酸性的食物 你要20倍的简性食物 去中和它 所以 与其我们要吃多些 柄性的食物 去中和 当然最合理的方法 就是不要进食这些酸性的食物 明白 好这一节 时间就差不多 稍后回来继续 自然疗法与你 我们平时喝的水 都充满了重金属 杂质 绿气 和细菌 我会用健波能量活水器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杂质之外 还可以活化水中的信息 健波能量活水器 生命之源 健康之全 陆創意健康店电话 2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K 回到第二节的自然疗法与你 继续我们今天的题目 健康之道在乎酸碱平衡 袁医生刚才提到牛奶的这么多不好处 但很多人都担心不喝牛奶不够钙 这个可以这么说是经常遇到的问题 虽然我们知道钙是很重要的 我身体是需要钙的 但我们今时今日是对钙的那种需求 那种疯狂的那种需求 其实是不明白的 不明白我们身体到底是怎么用钙的 那有些人就说 哎呀我们如果我不喝牛奶 那我们就不会不够钙 就是钙我要成长的嘛 尤其是小孩 那通常他们都想到的 那第一我要了解 所有叶绿的植物 尤其是草 是钙是很高的 那不单是钙高 铁质 铁质 维他命C 和很多些B杂 都很多的 那我们譬如很多些菜 譬如芹菜 Celary Cauliflower Ocra 洋葱 洋葱 绿豆 Green Beans Avocado 牛油果 黑豆 Black Beans Garbanso Beans Chick Peas 豆腐 杏仁 Hazel nut 是松子 果仁 芝麻 这种 其实可以这么说 在这种植物里面 我们已经有很多很多的钙 这种爽脆一点的植物里面 薄薄脆的食物 其实是钙很多的 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些问题 就是说 我们不饮盐了 那钙怎么来 那其实你问一问 牛是怎样拿那些钙的 吃草的 没错了 牛是吃草的 所以我们真正要了解 到底我们的钙 身体到底是需要多少钙 能够保持我们身体骨 和身体的健康呢 那我要知道 其实我们身体的钙 在我们身体 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这个角色是怎样呢 是中和我们身体的酸 因为我们吃很多肉食的食物 肉食的蛋白質 是导致我们身体 有很多酸 变得很酸 那所以呢 其实我们的钙 其中一个扮演的功能 除了我们做骨 做一个硬件 其他的功能 其实还有一件事 是很重要的 就是做一种 简化我们身体 中和我们身体的过分酸 好了 那你吃很多这些酸性的食物 那身体呢 怎么办呢 你拼命想办法呢 将它恢复一个简的状态 是吧 那如果这种情况之后呢 我们唯有将我们骨 里面的钙 是拔走出来的 拔走出来呢 是酸化我们身体的 那我们加上我们的神呢 都会将我们骨 那些钙 帮助我们呢 是减 就是排除我们身体 是过分的蛋白质 因为我们动物食的 食物里面呢 是很多淡 很多nitrogen 那可以这样说呢 因为我们吃肉 吃得太厉害 那令到我们身体酸化 那从而呢 是令到我们身体的 要用我们身体 储藏的钙 来中和这些酸的 那所以呢 变成我们的钙 就好像表面上是不够的 不够的原因 不是因为我们吃得不够的 好了 那我现在 一般的建议 那个钙的进食量呢 一日大概是1000的毫克 1000的mg 那但是呢 如果你看一般的 文明地方的食物呢 其实我们进食的蛋白质呢 是差不多1.5到4倍 我们身体正常所需要的 那如果我们进食 那么多的蛋白质 过多的时候呢 那我们身体 要需要很多钙呢 来到帮它来到处理 这些蛋白质造成的酸化 那个问题 那所以呢 我们有一种说法呢 就是现在骨质松疏之所以 那么多呢 其实不是因为我们的 食钙的食物不够 因为我们饮颜奶不够 是因为呢 我们进食到太多蛋白质的食物 那所以呢 这个 就是不是因为我们不够钙的 只不过我们太多呢 是 就是要 蛋白质 肉类的蛋白质呢 是令到我们的钙 是去大量流失的 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 就是如果我们要保持我们身体的钙 的充分呢 其实最重要呢 就不要吃那么多酸性的食物 那这个就是真正是有效的 处理的方法 来的了 现在那些人呢 很喜欢吃 重厚味 很浓味的东西的 那他们经常都会 加多些盐的 那其实 盐是否有问题的食物呢 是的 那很多人都是啦 就是食物呢 就是一进来 就先撒些盐 就不会试一试味 就先撒很多盐 那当然呢 盐本身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 就算有时候你说 我不会加盐的 我吃了什么呢 就这样 有什么我就吃什么 但从来都不会加盐 那就算是这样 很多时候呢 如果你吃的食物 是经过一些高度制裂的食物 比如罐头食物 或者是春装的食物 或者是雪藏的食物 这些这样的 和食物呢 其实本身呢 其实你不用加的了 它已经很多盐 就是叶制过了 那所以呢 就算我们呢 不刻意去加些盐 其实我们食物里面呢 尤其精练的食物 高度制作的食物呢 其实都有很多盐份的 那当然呢 那我们如果需要用些盐 去处理食物的时候呢 那其实用些什么盐好呢 其实在很多健康店呢 也都有些是一种简性的盐 其实简性盐呢 其实就是说 很多一些好的可盐 比如说Celtic Sea Salt 像是一个法国南部的 是一个沙滩呢 拿人手晒出来的盐 那这些当然是一个 没有污染的水域 海边来到西藏这些盐 那些盐呢 本身呢 是有很多其他的矿物盐的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大家 你知不知道 为什么我们的盐呢 要弄到它这么白 这么干净 而且倒起来的时候呢 就好像流得很快的 有时候讲过都是这样的 那他早就说 这些盐呢 等你倒得很快 很顺畅的 那为什么我们要将这些盐 要精炼呢 那其实呢 精炼的原因呢 很明显呢 就是要将那里面那些 所谓的杂质炆走 其实什么杂质呢 其实很多的矿物盐 而已嘛 其实你不可以说 它真的杂质 是其他那些微元素啊 简性的矿物盐 那为什么要炆走它呢 因为如果我们食物里面 比如盐或者糖也好 如果它里面本身很多矿物盐 它是很容易呢 是吸收空气的水分的 那变了呢 就很快呢 它就结了一块 那样的 那变了就是外观不好看啦 那有些人觉得 哇这些盐呢 原来吸收水的不好看的 那样的 那其实这个原因呢 那将那些食物是精炼了它 那方便它煮床的时间 煮床久一点的 不是说呢 这些盐是好的 那所以真的要用盐呢 用一些很高质素的可盐 譬如收剔丝梭啦 那我们健康店呢 那我们都有很多这方面的 好的盐的供应 袁医生啊 基本上我们现在吃的任何菜式呢 都会有油的喔 例如我们蒸完鱼啦 会淋些油上去啦 我们吃沙律的时候 也会下油的喔 那但是我知道饱和脂肪是不好的 那其实你对油是怎么看的呢 那我们都知道啦 就是有些人说 如果没有油呢 就是没有油油气的食物呢 很寡的 那所以很多人呢 喜欢下很多油的 那当然呢 我们的油呢 是最不好的油要避的呢 就是我刚才都讲过呢 就是我们叫做 就是曾经氢化过的 就是Hydrogenated的植物油 其实这些是植物油 只不过呢 用一个特别的氢化的处理呢 是令到它呢 就变成了一种硬一点的油 那所以呢 你一听到植物油呢 小心 嗯 那当然呢 人种牛油啦 那牛油就是那些植物油 制造出来的呢 那很多饱黄的脂肪呢 很多的动物的油呢 其实都要小心的 肉类也好 那个家禽类呀 鸡蛋呀 牛鱼类呀 那但是除了一种就是鱼油了 鱼油是例外来的 嗯 嗯 那我们啊 就是我们的目的都希望呢 是将我们的食物里面的 这些不好的油呢 是尽量呢 是避掉它 那所以你煮的时候呢 就是不要用油去煮啦 啊 啊 就是会会简单 或者或者烤啦 grill啦 grill啦 那这些可以避免用油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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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那但是我知道了 我们身体是需要油的 嗯 我们身体很多的身体的结构啊 是需要脂肪酸的 那但是呢 你是需要用一些好的油 那好的油呢 就包括什么呢 是橄榄油啦 橄榄油可以内煮的 阿麻纸油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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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呢 是那个葡萄啦 葡萄油啦 那这都是一个很好的油来的 那啊 还有一个油呢 就是那个 那个椰子油 啊 那椰子油呢 是过去很多年呢 都被人家呢 就说它是一种不好的油来的 啊 它是很多饱和脂肪的 那其实它很多是单饱和脂肪的 那所以 其实椰子油呢 也是很好 是可以用来煮用 因为真的要煮用呢 耐热的油呢 就橄榄油和椰子油 那椰子油是比较耐热的 那其他的油呢 是最好呢 就不要经过煮食 就这样用来呢 就是拌食物 淋在食物那里去用呢 那会比较好些的 那肉类和鸡蛋呢 那我们是不是不应该吃那么多呢 其实呢 好像肉类和鸡蛋呢 好像我们曾经所说的 就是牛鱼类的食物 其实呢 就是肉类或者猪肉 牛肉 羊肉 鸡肉 火火火火鸡 那些鸡蛋呢 其实它都有很多荷尔蒙的 那除了荷尔蒙 也都会有很多那些 那些农药啦 杀虫药啦 激素啦 抗生素啦 还有很多些微型体的 和微型体产生出来的 真菌的毒素 和那些饱和的脂肪 那这当然呢 都会都知道呢 会导致我们的心脏病啊 中风啊 癌症啊 还有很多很多其他这方面的问题的 那 那 就是 虽然我们说脂肪 我们需要 身体需要油的 那 但是呢 油呢 动物的脂肪呢 它功能呢 是做什么呢 是储藏的毒素的 嗯 所以如果它吃很多 有毒素的物质啦 那这些这样的毒素呢 就会储藏在动物的脂肪里面的 那当然啦 这些的 这些肉类啊 动物的东西呢 都很酸性的 那当然了 动物现在的动物 通常喂些什么 喂的那些 都是菊类的 就是储藏了一段长的时间 那些很少一些 动物呢 可以在田园里面 在草原呢 是吃草的 那大部分呢 其实呢 都是吃很多些储藏的菊 那我都说了 那首先谷虑很多问题啦 包括很多些 真菌啊 魔菌啊 会出现啦 和带来的 那个那个 魔菌的毒素呢 那所以这些问题 都全部都是相关的 那我们都发现呢 很多研究呢 看完呢 如果我们啊 就是啊 关于那个动物的 蛋白质 和很多类不同的癌症呢 包括啊 乳癌啦 甲上腺癌啦 前列腺癌啦 乙臟癌啦 那个子宫内磨癌啦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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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卵巢癌啦 胃癌呢 和那个大肠癌的 那发现呢 如果那些人呢 他的食物里面呢 是百分之七十的食物的 来源的蛋白剂呢 是动物那方面来的呢 那他们那个健康的问题呢 是会多很多的 而比较些 嗯 比较些 是比较吃肉吃得少的人是多了5倍 所以就这样吃鸡蛋也好 也有一个研究下 发现这样吃鸡蛋也好 都会增加我们的大肠癌的机会 其实原因也很简单 因为今时今日那些鸡是吃什么 都是吃那些菊的 那些菊通常是储藏到菊 是很多这些这样的真菌的毒素 有时候我们做那些活血的检查 有些医生都发现 如果你吃了这些鸡蛋之后 你即时做活血的检查 你发现那个红血球细胞其实都已经改了 有些在阿根廷曾经都有些研究 他说其实都不一定的 比如吃红肉细胞都未必是增加危机的 因为这个研究是阿根廷的 你知道阿根廷其实是很多牛的 很多牛脊的地方 但阿根廷养牛是在牛吃草的 在草原那里去用的 所以那些牛肉的质素是同一般的 我们接触得到那些吃菊种的牛是很不同的 另外一个在澳洲的研究 发现鸡蛋 吃鸡蛋和我们那个大肠癌是有直接关系的 还有如果我们吃的红肉多 或者肝脏、肝、牛乳类食物和鸡琴吃得多 都会跟我们那个大肠癌有关的 我知道在日本 日本女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 其实很少乳癌的 但很多日本人去了Hawaii 开始吃那些白种人的饮食方法 发现本来在日本居住的日本女性 乳癌很少 但一移居去Hawaii 用回Hawaii 美国人的饮食习惯 那些乳癌是直接又高了 还有一个研究就是说 关于进食的家禽类 火腿、沙拉米、煙肉和香肠 都会增加我们那个甲状腺癌的风险 还有芝士、牛油和油 油就是没有包括橄榄油 橄榄油似乎很有趣 它又不是那么多有这些 这样的真菌毒素出现的 好了 也有一个研究 发现我们的身体 食用的脂肪 就会影响我们的子宫内膜的癌 卵巢癌和胃癌 在这个研究里面 发现如果那些人 是吃得多那些胭肉 火腿 还有用牛油来煎煮的食物 还有喝很多所谓牛奶 他们有癌的机会也很大 其实有很多不同国家 另外一个研究在瑞典 他发现有很多饮食的因素 是跟我们癌症有直接关系 比如会引致我们的胰臓癌 如果吃很多煎炸的 或者是烤烤的食物里面 也会直接影响我们患癌的机会 所以我看到 其实我们吃肉的习惯 很多研究都发现 是肉食的习惯 是令我们的身体 是出现很多很多 多方面的问题 很多时候有些人分析 到底人的构造 比如牙齿的构造 是否适合于吃肉 至少我知道 真正正正吃肉的野兽 牙齿有一个很长的 是一种软齿的 很长的 是帮你撕裂的 就是一种肉类撕出来 人的结构似乎没有这种牙齿的设计 还有吃肉的食物 它们的食度是很短的 我刚才跟大家 这几集也有说 人的食度是三十多尺 但真正正正吃肉的野兽 它们的食度是很短的 方便这些肉食 不要逗留在我们的腸壮太长 可以趕快去过去 在某程度上 如果看我们人的结构 我们不是很懂得处理那些肉食 我们应该是一种素食的人 只不过 如果我们强行我们的食物的政治 或者其他因素 逼到我们吃太多肉类 很明显我们的身体健康 因此出现很多很多问题 如果只是吃素不吃肉 很多人都会担心不够蛋白质 其实应该要多少蛋白质才够呢 其实很多我们的专家的研究 发现我们需要的蛋白质 大概是25克 就是25克 大概一天只吃1盎司 那你看一下 现在一般文明地方 尤其是当美国为例 美国人吃的肉 鸡蛋 那些乳类食物 它进食的蛋白质量 是75至125克 5克的黑的 即是一天的 可以这么说 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 3到5倍那么多 超级的 是的 所以你看到 我们的身体真真正正所需要的 在饮食食物里面 进食的蛋白质 是只需要大概5到7% 即不是我们一般人 现在吃得那么多 明白 那看我们的身体构造 我们的身体其实是 是蛋白质是大约7% 70%是水分 而20%是脂肪 而1到2%呢 是什么呢 是维他命和抗物炎的 而0到5到1%是糖分的 那大部分肉类呢 其实蛋白质多少 是占20到25%的 那所以你看到 我们的身体其实呢 只是7%的蛋白质 那如果你说不吃肉 有什么好害怕呢 其实不用怕的 原来菠菜呢 和很多其他的叶绿素的蔬菜呢 它那个蛋白质 即是氨基酸 那个氨基酸 竟然是高于牛扒 你想不到 那我说的氨基酸 不是说它是氨基酸 因为最终最终就是氨基酸 因为你的蛋白质呢 都会化解成氨基酸的 所以呢 那原来呢 菠菜啊 和很多其他叶绿素的植物里面 它氨基酸的含量 是更多过牛扒的 那当然了 牛奶 那也是 那个蛋白质量很高的 那 我们看一下呢 就是比较一下 比如母乳那样 那母乳是 专门是做什么 是设计给人用的嘛 那母乳的蛋白质 那个成分是多少 是5个percent的 那当然也有些研究呢 发现呢 其实没有5个percent那么高 是只不过1.4到2.2个percent的 那之后你能看到呢 就是我们身体下 一个婴儿 在成长时间 需要将那个体重呢 那个是增加的速度很快的 是第一年呢 我差不多的体重要增加2到3倍的 那是这种这样的 要高速成长的情况之下呢 那我们所用的 喝的母乳呢 其实那个蛋白质呢 其实都不需要那么多的 都已经足够呢 我们这种这样的高速的 体重的成长的 那好了 那我们大家知道呢 在地球上有些动物很大隻 很大力的动物 比如猩猩啦 和大片酱啦 大片酱啦 那它们吃什么的 吃草的 吃叶和吃草的 那所以呢 蛋白质呢 那个真真正念蛋白质的问题呢 我们大部分人都误解了 那我们一般香港人都是吃饭的哦 那我们其实在谷类方面要注意些什么呢 那我们都跟大家都提醒大家呢 其实我们的吃的谷类呢 因为如果是煮草的时间内呢 它就会开始就是会发酵的 基本上呢 是九十日到的而已 那在一发酵的过程里面呢 很快呢 它就会充满这些这样的真菌的毒素 那我们在我们最近 好像在Youtube我都看到了 那在国内呢 很多时候呢 那些那些那些米箱呢 就会将那些米呢 就先呢 就是噴了很多的农药 那我提到 所以有时候 你看些大陆那些买的米呢 你真的好久呢 一点都不会有 不会有谷藕 一点都不会有问题的 那这个就是代表 其实呢 它有很多农药在这里的 那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要吃饭 吃谷呢 我们要那个 要尽量吃得越新鲜越好的 是 最好呢 就三个月左右 就不要吃那些是隔一延那些 那样的 那我都和大家分享过了 就是我家里也有一个 有一个亲戚 那他要帮十几人煮饭的 那些很大食的那些 那他就去那些去买那些 买那些买米呢 就不是那些超市买的 那些米箱去买的 那妈妈的搞好的关系呢 那他就会懂得那些 米箱呢 就会介绍一些 那些新鲜的谷 给他应用的 那当然了 我如果买米呢 就是最好都看看 那个 那个 日期 就是很多时候呢 就算米也好 包装米呢 其实都都会有一些 就是有多多时间在 有日期在 所以呢 就是尽量呢 就是尽量呢 是留意呢 我们用的谷类呢 尽量呢 是越来越新鲜越好 那我们也有一个发言呢 就是那些 那些 薯仔也是 薯仔都要新鲜的 是 如果薯仔 擠得久呢 都会有出现一个 有两种的 我们叫做真菌的毒素呢 是导致呢 曾经独致到孕婦呢 是出现呢 那个我们叫做 Spina bifida 小朋友生出来的时候呢 是有Spina bifida Spina bifida 这个是呢 脊椎那个不融合 就是它裂开了的 那 就是令到我们那个 骨呢 我们那个 脊椎神经呢 就是 暴露了出来的 那 我们过去呢 就认为叶酸 叶酸不足 这个都是一个因素 那原来最近呢 发现呢 就是储藏得久的 那些 薯仔呢 有两种的 真菌的毒素呢 都会引发这种 这样的问题 今集原医生 和我们分享了 很多需要避免的食物 令到我们的身体更加简性 但是时间又差不多了 那下集原医生 会继续和我们分享 更多需要避免的食物 到时希望大家继续收听 如果对今集有什么问题 或者意见 可以去到我们节目的讨论区留言 或者email给原医生 是dr.yuanatsourcewadio.com 如果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和原医生会诊 打以下这个电话 25773798 多谢了原医生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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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